国庆期间香港的大街小巷红旗飘扬 市民举行多种活动 全是爱国爱港之情 在香港街头处处闪耀着中国红 五星红旗在尘峰中飘扬 几十座标志性建筑物上 亮起了红色的祝福雨 在维多利亚港边 数十艘渔船上国旗高扬 香港各界民众也举行了多种活动 武师贺国庆共同祝福国泰民安 我们希望在今天国庆的时间 更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 因为有伟大的祖国 作为我们的强大后盾 香港是没有一个困难 是不可以克服的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希望香港早日经济繁平相成 也都希望我们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行狗志愿 国庆节当天 香港裴桥小学 将军澳湘岛中学 以及香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进会大学等在内的 多所大中小学 都举行了升旗仪式 数十个教育机构与组织 参与了国庆日的升旗活动 一号晚 由澳门和珠海合办的 月满秦澳国庆烟花表演 精彩上演 烟花表演分为 《相约豪江》 《情动澳门》 及《奥运秦生》三个章节 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和游客 前来观赏